《國際金融峰會》在職 美媒難阻外資撤離 出任非常任法官 其顯易遭港人罪問 影義至海外重申出發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簡訊》 我是麗文 今天是10月25日 星期五 下面是詳細內容 香港將於今年11月中旬 再次舉辦《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預計會有數百名全球頂佔金融機構領袖出席 有分析認為各國金融領袖積極參與此次峰會 或正在為加速設置中國大陸做準備 香港金融管理局將於11月18日至20日舉辦本年度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今年峰會以《在變局中前行》為主題 將探討應對複雜的全球環境 中國大陸金融發展、亞洲區投資重點及策略 人工智能及數碼化等議題 這是該活動連續第三年在香港舉行 也正值中國經濟的持續低迷 外資加速撤離之際 雖然金管局總裁與委文稱 各國金融領袖對於這次峰會會表現出極大興趣 源自峰會於環球金融界建立好好的聲譽及品牌 但金融學者司令卻持有不同看法 司令對美國之音表示 短期內外資在中國投資的盈利空間非常有限 從大陸加速撤離的趨勢不會有所改變 而美國作為獨立關稅區 是外資停留並處理資產的理想之地 此次峰會則正好為外資提供 一個絕佳的互動平台 關注能否有新的投資機會在香港產生 以及資產在香港的周轉環境是否安全 台灣黎智協會行政總裁賴榮偉認為 中國大陸的經濟存在結構問題 各國金融領袖就事件早而有數 但仍希望通過出席峰會 獲取與中國經濟相關的第一手信息 驗證自己的分析 此外有聰明的香港金融學者 對美國之音表示 《港版國安法》的實施 對香港造成致命打擊 令其國際形象早已甘非識比 特別對很多外國人來說 吸引力大不如前 該學者指 即使峰會吸引了全球頂尖金融領袖 但對香港整體經濟的提升作用有限 所謂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頂多就是一場派對 一場沒有多大用處的公關收 香港中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前澳洲大法官 齊顯二日前在澳洲適離出席演講時 做當地港人抗議 有抗議者希望親身向齊顯二表達 要求其辭去香港中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一職計議員 英國《衛報》週三 23日報導 前澳洲聯邦法院首席大法官 現任香港中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其顯二週二 22日在澳洲適離新南威爾斯州 最高法院舉行演講 期間有抗議者身著因有象徵黎智英 陷辱肖像的常義 及帶同形容黎智英是良心囚犯的登牌 到場抗議 其顯二原定在演講後 在同一場地出席酒會 但因為抗議而沒有出席 而其顯二嘗試從側門離開會嘗試 遭到一位等候的港人追問 認不認識黎智英 但其顯二未有回應 香港自由基金會、公共事務及倡議經理 Alexa Fong對自由亞洲表示 香港持續有非常任法官跳船 反映非常任法官已失去制衡的作用 他們只是為本地法官抬轎 而不是為保護港人 而提出相反的意見 我們也看不到對港人的保護 是來自這些外籍法官 Alexa Fong自出 其顯二是一名受人尊敬及具聲望的澳洲代表 本次抗議反映港人 對其顯二加入中審法院的失望及憤怒 自2020年北京政府頒布《國安法》在港實施至今 以至少有11位中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來任 目前只有7人留任 其顯二和另一名澳洲籍法官 歐仲律則是在《國安法》實施後獲任命 分別在2023年及今年出任非常任法官 在今年6月辭任的英國借非常任法官 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表示 我當錯留任 是希望海外法官的存在有助維持法治 但我恐怕這不再是現實 曾發行《地口天高》、《李大衛城》等社運紀錄片的 香港電影發行商《二致影院》 今24日在社交平台宣布於香港正式解散 張以琦前藝術總監崔雲信的個人名義在海外重新開始 《影二致週四》在社交平台原有專業 影二致影院《燕衣村Cenema》公布 該公司已在去年 經董事局一致通過於香港正式解散的消息 前藝術總監崔雲信同日在《影二致新專業》公布 將會舉辦《影二致獨立短片獎》 2025 無論你身在何地 只要你擁有香港身份證 又有短片作品 都歡迎你投件參加 崔雲信在《鐵文宗旨》 《香港部分獨立影展》 和競賽被削資助或停辦 獲得發表平台和肯定的機會 影二致曾因發行多部紀錄片 包括紀錄本土派領袖梁天儀的《地口天高》 講述反送中運動期間 警方包圍里大的這大圍城 紀錄2014佔中的亂世備忘 而遭黨媒大公報點名追擊 其後藝法局停止向其發放資助 崔雲信兩個月前已移居台灣 他表示 過去幾年身處香港 難免會面對自我審查 很難做到自己真是想做的事 也很難再以影義致名義發行 說活動 所以不如在香港解散 如今 身處不同的地方 仍可為同一目標進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在某一個人選擇 請按列 bardzo緊張 請按列 你 請按列 按列 按列 擁有 按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